台鐵左營站早上的廣告牆 也發生了疑似遭到 駭客入侵的狀況 連鎖超商電視螢幕也一樣 出現反裴洛西文字 2022年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來台超商 台鐵看板被駭 2024年總統大選前 駭客入侵更頻繁 所以在這一次 在整個選舉期間 我們有一個資安的警戒專案 那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比去年同樣的這個時候 它這個攻擊造成的 這個可能的資安事件 或者是網站變慢等等 都沒有達成這個戰果 國家自通安全研究院底下的 技術服務中心宛如神秘部隊 有精英工程師高度防守 來自境外的攻擊 根據美國網路公司報告 台灣在選前DDoS攻擊流量 比前一年多了3370% 在全世界排名第四 不是把資料放在一台網路上 而是說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網路的不同的電腦上 那你連到的時候 好像這個電話 它有很多分機 所以說你這邊戰線了 它就換到另外一臺電話 電話一臺電話 這個攻擊方就沒有辦法取得 癱瘓掉網路的這個效果 駭客攻擊威脅全球 俄烏戰爭爆發之前 烏克蘭電廠因駭客攻擊出現大規模停電 二零二一年五月 美國最大燃油供應商也遭駭客攻擊 輸送管關閉長達五天 影響東岸45%燃料供應 可見資安人才無比重要 發現說這個人曾經在資安院或資安署來認識過 那當然就可能就加一萬加兩萬把他挖走 當他們這邊進行調整 這個薪資急劇有調整的時候 那我們在資安院這邊也會去每年檢討 去做相應的調整 所以不會只是流出來 也有流入的部分 根據人類銀行資料資安院的資安工程師 大學畢業月均薪大約五點八萬 但對比其他企業像是科技公司起薪七萬元 一般的資安公司月薪也有六萬左右 過去術發部預算常被國會質疑 如今面對中國駭客侵擾 加上國內企業高薪挖角 內憂外患夾擊 該如何留住人才對外打仗 成為術發部一大考驗 相對新聞 郭宣寵 許欣欣 台北採訪